中国女业在08年基本上是一家表现最差的国际股 它在08年的表现是跌了74.8% 那在09年其实有投资大行也给它的评级是要抛售的 估计它股价会跌到1块5 现在它的股价是大概在4块8左右 那最近就是这个月1月5号了 汇丰银行也减持了5814万股 那汇丰银行手上持有的他们的持股量大概在6%到7%左右 那光谱怎样的情况 整体市场对中国女业的看法都不看好 主要原因是它的这个女的价格调整的非常多 那对它公司的本身的经营能力 还有它管理的情况也不认同 那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建议了投资者 是如果手上持有这个股票的话 就趁着市场情况是现在解决时间7分比较好 也是应该有一个指亏的做法 等它的这个价格多调整一下 就是去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位 大概我看见大概2块到3块左右 那重新再有这个投资价值去线的话 也可以再买入一点 谢谢